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来到三藩市 总是要去渔营码头走一转 虽然明知道渔营码头 都是为游客而设的地方 这次我就照顾和大家分享 我从39号码头开始 一直走渔营码头 39号码头有很多小店 但是这么多年 这一间贝壳店 就算经历新冠疫情 都押纳不倒的 它有五盲绿色 大堆头的便宜贝壳 那么高档次的贝壳它都有 这些就好像长洲都买得到了 这间专为左腰人示而设的店 就真的很窩心 我们来看看它的产品 这个凉杯一凉完 你就可以看到你用了多少份 不用把杯子拧来拧去 这本屋市堡由左边揭去右边 写字的时候就不用左轨住了 我们走到海边 我们走到海边 听到风吹吹的声音 这里看出去就是最出名的 没有犯人能够逃离岛的恶魔岛了 当然远一点的我们就看到金门桥 当然远一点的我们就看到金门桥了 我现在看着他 在哪里 在哪里 海蟹 所以我们就在鱼人码头继续走 找地方去治愈五藏苗 现在游客比疫情前少了些 而且也少了些街头蛮蚁 来到鱼人码头一定会吃这间游客必吃的Boudin 除了鱼人码头之外 机场和商场都有它的分店 看看它的面包砌得多古怪 第一个必吃的当然就是用sourdough bread 刮成的碗装着的粥打鱼汤 喝这个粥打鱼汤的时候 刮一层面包肉一起吃 这面包是有酸酸的味道的 加上面包肉 吸入粥打鱼汤里 感觉就没那么肥理了 但仍然维持到粥打鱼汤的香和鲜味 包刮完就会变成这样的样子 另外一定要吃的当然就是加州的黄金蟹 蟹味很新鲜 重点是鱼汤很容易磨 欣赏一下我们坐那张桌 看出去鱼人码头的景 吃完饱饭当然要用些精力 那我们就来到这个游戏机博物馆了 没玩游戏机之前先要唱钱 大家看下这个唱钱机 古董来的啦 基本上就是塞1元 5元或者10元的美金纸币 然后在下面那个兜那里 它就会变成2毫5元的硬币 那就相对于大概1元港币左右 好了 连个换钱机都这么古旧 那我们就看看这里有多少古旧的游戏机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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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看下来 还是一样的 冻照片 本文虽 在哪里 便是 薄楼 分内 这emen �� 跳後開始 鮪鷹的 全鱗 鮪鷹的高級鮪鷹 鱼鷹都是無殘的 更新的也要說是十年前的烏鷹 在游戏寄博物館走回來了 這裏辣原本是很多吃粥打魚湯的店鋪 但疫情關係都結束了 看到魚人碼頭的招牌了 那我們就繼續走 走上山幽就看到Girardelli 通常買朱古力手信回香港都是現在買的 做遊客當然做全套 那我們就在魚人碼頭尾那裏 搭三法市最出美的Cable Card 發發老回當一趟 地域集中 那是吧 在旁邊的河南 地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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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 我們又看看坐在 cable car 裡面的感覺 今天逛逛三藩市漁人碼頭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這條影片請你點贊、留言 記得訂閱和按鈴鐺喔 我們繼續下次再逛逛三藩市